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舞台的 首先有请我们的著名的媒体评论人张春卫老师 每次我看到达人我都会心深向往 在我年轻的时候如果像他们一样这么优秀的话 那我的人生会怎样呢 所以见识或达人以后你就会知道 你的人生的路还有不一样的挑战 谢谢春卫老师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身心健康专家 也是我们老朋友 我们的于稷敬老师 大家好 生活当中啊 远远会遇到挫折 但是发起挑战可以遇见更好的自己 也有可能让生命获得新生 话时代战书的舞台 等你来发起挑战 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都会化身为达人新推官 每位都会推荐自己心仪的达人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面 这次他们会带着自己的亲友团 一起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来我们一起去见证今天的闪耀时刻 首先今天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于稷敬老师 为我们推荐第一位大人 下面我要推荐的这位是音乐大人 他为了自己喜欢做的事 甚至在别人眼中发生很多疯狂的事情 但是他乐此不疲 在他身上我们也看到很多惊喜的故事 通过的视频来了解一下 这个乐器其实我们不太熟 但是他这个音乐我们也很熟悉 这样一个矛盾体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有请这位齿巴的演奏者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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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听了 来 杨泽 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杨泽 来自辽宁安山 是一位齿巴的演奏者 我手中的这件乐器的名字呢 叫做齿巴 因为它的长度是一齿八寸 所以说叫做齿巴 这个乐器 早年间是我们中国的乐器 但是在送之后 就渐渐地断代了 那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个乐器的 是这样的 我本身最早的时候也是学音乐的 我早年是弹钢琴的 在上大学的时候 偶然间听到了这个乐器 它的力量感 它的这种沙哑感 是我之前没有听到过的这种声音 然后我就跑到乐器店里面去找 都没有 后来托朋友在国外 买回了这个齿巴 当时第一支齿巴 是塑料做的 都没有竹子做的 当时 没有那么多人知道 没有那么多人学 你怎么样去吹这个东西 一开始的时候 纯自学 找不到老师 拿过来 放到嘴上面 就想怎么样才能把它发出声音 我吹了一天 一个声音也没有 吹得头晕眼花的 然后大概慢慢地有声音了 然后吹了大概有一年多 两年这样子 慢慢地就到网络上面 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就跟我们聊 说我的老师是谁谁谁 要不要介绍给你认识一下 我说非常好 然后就我们在网络上面 跟老师学习 那你的专业呢 我的专业到现在 好脑后了都 对 忘了脑后 我的琴都卖了 听到齿巴那一刻 我把我的琴也卖了 然后 恩断一绝 你这属于这是 对 是的 但是当时也是 做了很深的考虑 并不是说一下就决定了 问题来了 钢琴卖了能支撑多长时间呀 虽然说它很贵 但是也不至于支撑 你这些什么生活呀 然后所有的学习的这些 是的 是的 那怎么办 我曾经是音乐老师 当时工作了几年 攒的钱全都用在了齿巴上面 然后我的家里也非常支持我 我决定演奏齿巴 要停下工作去做齿巴的时候 我的父母没有一个步子说 支持 如果你手头不宽裕了 跟我们说 非常支持 那你还做过什么疯狂的事 因为我从你的眼神当中 透露出了疯狂的感觉 我学了齿巴之后 几乎是不离身 而且几乎是每一天 都要演奏大概八个小时左右 八个小时 对 那个时候我还有点自己的事情啊 把朋友找啊 或者怎么怎么样 几乎就全不去了 然后每天练习的时候 除了吃饭 睡觉 有的时候上厕所 都要带着齿巴 当时非常疯狂 练到这个手已经 每天都痛 需要泡热水 再加上时间练习的又比较久 这个手就会做下一些疾病 然后要服药啊 对 那我们都说 在乐器里面有博押绝弦 有高山流水玉知音 那你是不是也因为齿巴这个乐器 也教到了很多粮食益友 是的 是的 有一位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嗯 那今天听说他也来到现场了 是的 特别想见见你这一位知音 我们欢迎他来到我们的舞台 欢迎 请问这位知音 可不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罗作青 我来自北京 我从我高中时代 我就开始学习了齿巴 我比杨泽疯狂的思念还要更久一些 哦 俩是怎么认识的 最早的时候 就是通过网络嘛 然后找到了他的工坊 请教他各种问题 后来一住就是半个月这样子 在他这边一来二去的就熟了 您手里拿那个乐器是什么呀 呃 这是一个销 它和齿巴呢是一个同人同人的乐器 嗯 它们的制作方式有什么区别吗 呃 齿巴给我一下 齿巴 它虽然是一个竹子 但它是一个非常严谨严谨的科学 我们需要它长七个节 长度是五十四点五厘米 一二三四五六七 并且第四第五节上两孔必须在上面 第五第六节上三孔必须在上面 所以找到这种树材就非常的困难 一片竹林里面 如果有一千只两千三千只 最多能找出一只 有一次我是在长江岸上 看到那个悬崖边有一个特别漂亮的竹子 然后我就满满地爬上去 然后后面上面那个石头就掉下来了 我被砸到了 但是我一手抓住这个竹子 我就没有掉下去 后来我又爬上来 竹子救了我一命 那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还遇到什么很难的事情 比如像我们要克服了大气的过敏 因为制作齿巴得用我们中国传统的大气 而大气的话 它是一种植物的霉 我们一般人百分九十人都会过敏 过敏的会全身地要肿脏 骚痒 但是我大概有八个月 我的脚 手 眼睛 都是在骚痒和肿脏度过的 真的付出了很多 罗老师问一个特殊的问题 就是开这个工坊做纸巴 到底赚不赚钱 我前几年应该都是赔钱的 后来就稍微好了一些 然后后来又遇上了火灾 又全赔了 这个遇火灾可真是太 太惨了 太惨了 对对对 我这些齿巴就是从里面逃出来的 当时我大概有90%以上的齿巴和材料 都全部毁了 天哪 这么多年的心血 不知一句 那当初你是怎么样重新站起来的 当时也是身边有很多朋友 比如像杨哲 他也帮了很大的忙 我觉得我要比所有人要更坚强 因为我觉得好像他是给了我一个使命 这个齿巴他就在我生命中等着我 然后呢 我就重新把我们的房子全盖起来了 我大概又花了半年多时间 然后又重新把我的工坊又开了起来 齿巴的乐器这么神奇 可不可以在现场给我们展示展示 当然可以 齿巴它可以模仿很多自然界里面的声音 比如说风声啊 动物的叫声啊 或者是一些器物的碰撞的声音 都可以用齿巴来演奏出来 比如说 武侠的感觉出来了啊 动物的叫声怎么模仿的 它比如说可以模仿像鹤一样的叫声 用我们的舌头去震颤 啊 就是很神奇 接下来可以由我和罗老师 一起演奏同一首曲子 然后听一下 动霄的音色和齿巴的音色有什么区别 这个好 我们接下来吹一首耳熟能详的曲子 叫《茉莉花》 这是十八的版本 接下来请罗老师给演奏一下动霄的版本 好 动霄的茉莉花 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是的 齿巴会更粗犷一点 像一个侠客一样 对 杜莉花可能就是翩翩君子 文人默克 是的 是的 哇 那在二位的热爱 疯狂和传承当中 现在我们中国的齿巴的传承 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是这样的 我会结合一些流行音乐啊 包括摇滚啊 爵士乐啊 去吸引这些年轻人来学习 现在年轻人学习特别特别多 而罗老师他主要是做一些 传统的曲目的推广和教学 这个还得您来说 其实我从2012年 差不多每周都在北京 我们有那个齿巴的工艺的学习 这些同学当中 我们有 就是能够站在世界舞台上 拿到冠军的 还不止一位 并且我们的乐器 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制作的 然后比如像现在山东高堂 就是已经为齿巴做了一个 齿巴艺术中心 有一万平米 我们也是要计划 要做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齿巴论台 让全世界知道中国的齿巴 这些我觉得 都是我们这些年 取得一些小的成果 哇 你们把一个 就是我们老祖宗的东西 然后重新的一个挖掘 同时又让它 获得了一种新的繁荣和可能 那你接下来第二个表演准备为我们展现哪一方面的齿巴的这个美 接下来的这首曲子呢是一首我们都耳熟能详的曲子 大话西游 哦 里面的主题曲叫《一生所爱》 又是个创新的节目 是的 是的 那我们把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留给我们的小的同学 谢谢 哇 就是这个完整的声音才成为这个乐器最大的一个美丽 是的 是的 感谢杨泽 那我们第二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 请为杨泽的齿巴和他的故事来打分 请锁票 感谢各位 也感谢杨泽和你的故事 我们一会儿见 好的 那接下来春渊老师今天带来的达人将会我们带来哪方面的盛宴呢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位舞者 他的舞的创意非常的绝妙 引起了大量的一个掌声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故事 又是怎样的一位亮仔呢 大家一起来看短视频 哇 这个太酷了 我们手指舞系是来过跨师带着很多 但是影子舞还是第一次 非常想了解一下他 我们欢迎王克 哇 太精彩了 来来来王克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然后三位老师好 我叫王克 我来自北京 然后我是一名舞者 也是一名手指舞舞者 然后我在2020年的时候呢 参加过世界手指舞大赛 获得过全球八强的成绩 全球八强 对 也是唯一一个中国人 哇 太骄傲了 刚刚我们也是通过短视频 和您刚刚那个表演 真的是震惊到我们了 想问一下他这个舞是怎么来的 刚才我表演的 大家看到这个叫手影舞 也是我最近才发明的一个 就是一种表演形式 其实我是练习手指舞的 我练习手指舞呢 是其实练习了七年的时间 我刚才表演的这个手影舞 是我今天为止 才练了29天 是新创的 对 新创的 新鲜出炉 对 新鲜出炉 对 而且就是特别荣幸 就在大概半个月前 然后我把这个作品 发到自媒体平台 然后直到今天呢 播放量已经 马上突破五个亿了 五个亿了 然后点赞量已经超过了一千万了 就是非常开心 哇 那你是怎么想到这个表演形式的 就是因为我一直在跳手指舞嘛 之前就是遇到过很大的困难 瓶颈期 因为手指舞这种技巧性的这些动作吧 就是一些点线面的变化 可能很多就是没有研究过街舞的这种朋友们 他们不太能看懂我跳的是什么 直到这个月 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视频 就是那种手影艺术 然后我就想到把这个影子 结合这个节奏 然后给它跳起来 我就去钻研这个影子舞了 那就是普通人能不能学 可以的 完全没问题 其实很简单 我可以教大家一下 要不要玩一下 走着走着 来来来 很简单很简单 咱们就教一个那个小鹿的动作吧 就很简单 咱们老师咱们把左手伸出来 一个手掌 我们把我们的小拇指向下打开 这个就是小鹿的嘴 就不要让它动了 把我们的右手形成一个四 有一点弯曲贴在这块 就是小鹿的鹿角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让我们的小拇指来动 小鹿张嘴的脑袋就出现了 再加上节奏感 如果有一个光线 打在墙上就是这个小鹿 就我们可能这样看上去 这个还是比较平面的 刚刚这个小鹿 但是如果你要做到 刚刚你之后有很多 纵向的 立体的 这个就需要很多的想象力 对 这个可能就是需要多加尝试 然后我们就做到了 真的很棒 我们又学会了一个新的技巧 好的 谢谢你 谢谢老师 我们知道 其实跳舞是一方面 编舞 是另外一个方面 都很难 其实他们俩 那就想问一下 你到底是从哪儿 得到的这么多 源源不断的创意 我有一个好朋友 总一起交流 一直交流这些舞蹈 一起交流灵感 然后最后就能碰胀出 很多新鲜的作品 新鲜的这些舞蹈动作 如果没有他的话 可能你现在的舞蹈 也没这么多创意 那是一定的 因为他对我帮助很大 在最早 我刚开始跳手指舞的时候 我基本上都是模仿 这些网络上视频 包括国外的舞者的这些动作 直到我遇到了他 遇到他以后 他才告诉我 一个真正好的舞者 是一定要原创的 一定要走自己的路的 这个才是一个 真正的职业舞者 吸收了他的这个想法以后 从此就走上了 原创的道路 那所以王克 今天你过来跨车代单书的舞台 是不是也是想要感谢 你的那位朋友 非常感谢他 如果说他没有告诉我 这些原创的概念 我至今为止 可能一直在抄袭 一直在模仿 跳的都是别人的舞蹈 走的都是别人的路 就成就不了我自己 那所以看来跟这位兄弟 有非常多的渊源 所以你这位朋友 来到我们现场了吗 他来到了 来到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 两个外星人来到我们的舞台了 来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萨博老师好 我叫蓝翔 今年27岁 来自湖北 对然后今天跳舞第10年了 然后跟王克认识第7年了 那刚刚王克说 你对他的启发非常的大 你什么感受 就是他之前也说过这个话 但是没想到搬到台上来说 真的还是挺感动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舞蹈 真的是在一起磨合这么多年 特别不容易 自从认识他第一天起 就开始一直讨论手指舞 然后包括他这个创意 手影舞这些 那有什么成绩吗 跟我们分享一下 王克他是全球的八强 然后我个人是动画舞蹈 我是世界冠军 哇 世界机械舞 吃尽吃尽 这是冠军呢 对对冠军 我们也准备了一下 他们曾经跳舞的视频 我们一起来等餐等位等待 吃饭的时候 从生活里边找这些灵感 对吧 比如说我过地铁 安检那个门的时候 就是想这个门不是这种吗 对吧 然后我想这个门能不能这样呢 这就是一个舞蹈动作了 我想能不能延伸呢 每天都研究这些东西 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 在那个海滩上那块 然后看到那个海的波浪 然后就灵机一动 模仿一下海的波浪 我们就 平时我们练舞 包括这些想法 都是生活由来一些事 所以我们现在随便 给你们一个道具 你们就可以记轻地来 那必须的 都可以了 可以可以 没问题 来 上道具 这个肯定可以跳 对吧 好 好 好 接住了 这你是怎么想的呀 这全是即兴发挥的 刚才跳的都是即兴发挥的 那你们现在所说这个手指舞 在我们国内发展的怎么样 说实话 手指舞现在虽然发展了 也有个将近快十年 但是还是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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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小众 之前一度想放弃 就是因为这手指舞跳了那么多年 为什么得不到大家的认可 别人看不懂 还是那句话 你点线面之间的这个 对 然后我们两个后来直接说 想去这个杭州 我们发展一下手指舞 想拍这个自媒体短视频 他把他的工作室就不干了 然后我也砸锅卖铁 拿上所有的积蓄 我们就彻底拼一把 我们就去了杭州 在那边干了差不多 将近四个月的时间吧 没有达到任何理想的结果 就失败了 然后就各自我就回北京了 他就回武汉了 回去以后两个人就 对未来充满了迷茫 就一直怀疑自己 但是呢 我俩还在微信上每天就沟通 还是每天都在练习 就是傻练 然后俩就于是有一天就 要不再拼一次吧 然后他就来北京了 我们两个就是开始干这个 手指舞的直播 每天直播六个小时以上 跳的手全 每天抽筋 然后全都是疼的 没有好的效果 那会儿也没有什么收入了 我就说 哎 我不想干了 我去送外卖去吧 骑着电动车 送完了外卖 我在大街上还在练习 我还在练习 这是不是确实有点病 对就感觉自己真的有病了一样 然后后来 算了不送了 再干一次 就第三次我还要干一次 然后我们两个商量 他给了我很多这个影子上的这个理念 然后我又看到了这个视频 这一次我直接播放量超过了四个亿 然后直接涨粉丝一百多万 这次我就成功了 坚持就是胜利 破圈了 破圈了 那我想问到底是什么 让你们这样坚持下去 首先第一点就是因为真的是特别热爱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的家人都特别支持我这个舞蹈 因为在我十七岁的时候 因为想去那个学校就是学费会非常的高 大概是一年三到四万左右 然后他们就把房子给卖了 供我去上学去专门学舞蹈 所以说我也是不想让他们失望 也是想最后一定是以舞蹈来回馈于他们 就像他们当初支持我那样一样 我相信你在当时拿到世界八强的时候 父母一定会觉得这事不后悔 是的 然后其实现在我也算他们的骄傲吧 就是我觉得也算回馈于他们了 但是今后一定会更加回馈于你们 今天在我们跨世代战术的舞台 如果不一起表演一段 我觉得太遗憾了 必须得表演 必须得表演 而且这个节目是我们特意为咱们节目 精心准备编排的 就为咱们节目准备的 太幸运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 来 欢迎二位 太厉害了 这个摇眼真的是叹为观止 尤其是那个镜子创意非常的棒 好了 那我们第二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 刚刚王克和蓝翔的表演 有没有震撼到你们 请为他们头上宝贵一票 左票 感谢大家 也感谢二位的精彩表演和你们的故事 你们的坚持都打动了我们 那么接着他们两个 我们今天的表演和我们的故事 都已经讲述完了 我们把杨泽重新请回到我们的舞台上面 看看谁能够获得今天的闪耀之音称号 有请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两位表现的都非常令人震撼 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回忆 那么他们最后的结果 是由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根据他们的整场表现综合打分 来得出来的 首先上场的杨泽 他用他的尺八 赢得了十八票 哇 那么我们的王克 来到的好兄弟 他们的最终得票数是 十 九票 恭喜王克 获得今天的闪耀之星的称号 余老师为他们来颁发闪耀之星的证书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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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其实都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我们都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我们也被你们的故事所感动所打动 我们也会跟着你们的故事 一起把自己的人生经营的越来越精彩 越来越美丽 那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嘉宾朋友 感谢余老师 感谢春美老师 感谢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跨时代战书 在每周四的晚上九点二十分 都会在电视机前等待着各位 我们下周四再会 拜拜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不吝点赞 再会记得更吝点赞 希望他们未来 天津卫视